所有一切修持法门里面 念佛最为殊胜 那么念哪一尊佛呢 过去 文殊菩萨教法照禅师 就是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与我们苏婆世界特别有缘 文殊菩萨教的 也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 不但本师教我们 我们在这个经后面六方佛这一集里面 六方就是释放 释放所有的祝福 对于这部经没有一个不赞叹 什么叫赞叹呢 赞叹就是宣讲 换一句话说 一切祝福没有不讲阿弥陀经 没有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 这就说明 念阿弥陀佛是一切祝福 对我们的忠告 有绝对的利益 有绝对的利益 感谢观看